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消防队员抵达现场 紧急疏散13和14楼八户住户 而整栋大楼有64户 大家听到警报声都逃了出来 我们消防局在11点左右的时候接获中正区新峰街的火警 那是海洋大学世界社区 那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火蛇跟农烟都已经窜出来了 那我们立刻派员进入做人员的疏散跟搜救 那初步在疏散的部分是内部的齐网户三名人员已经全部疏散出来 那同样的在14楼的所有住户跟地下下面一层的13楼住户也全部都已经疏散出来 不过其中一名住户因为换气过度被消防队员预防性的送医 消防队紧急拉水线灌救 在半个小时内控制火势 因为台中日前才发生大火 死伤惨重 现在金融传出高楼火警 让住户超紧张 全都逃出户外 而警消权力灌救 索性没有人受伤 记者 黄绍明 金融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金融市政府 在植树节当天举办环境教育示范课程的体验活动 在市长林游昌的引领下 见证暖东苗圃费13年改造的崭新面貌 同时也宣布暖东苗圃正式转型为环境教育场域 金融市生态教育中心 生态池 广场地平 环壮步道 三桌温室 还有可食地景等拥有多元场域的暖东苗圃 历经三年 在市府努力建设下 一步步成为兼具疗愈身心灵的环境教育基地 这里以后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打卡点 会有很多的游客来 那今天看到这里我有的想法 以后在这里办草地音乐会 我像这是最美的地方 未来明星的服务处也会办很多的活动 那也欢迎市民朋友可以来到暖东苗圃这边 一起运动散步非常棒 暖东苗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生态资源中心 不但我们发现了石线蒙 我们还发现了摄像猫 所以呢就代表这边是非常非常棒的生态热点 所以我们非常开心市政府在这个地方上 做了第一期以及第二期工程 下一个阶段将会围请专业的民间团体 让它变成是一个基隆市非常非常 值得推广的生态教育场域 所以要帮市政府拍拍手 然后我们住在暖暖这个地方也要特别感觉到庆幸 就是我们住在一个非常稀有 而且非常棒的生态热点中 在开阔舒适的园区漫步 加上周遭丰富的生态资源 生活地方好评 产发处特地举办环境教育示范课程体验 在市长的带领下 一同见证暖东苗圃 转型成基隆市生态教育中心 暖东苗圃经过三年的一个诊见 市政府花费三千六百多万 分成几期来把整个设施跟设备 还有环境进行了大幅的一个改善 那我记得在我刚上任的时候 我们就下了一个决心 把这个地方做的整体的规划 然后分期分年来投资改善 那我相信很多记动人听过暖东苗圃的这个名字 但可能没有实际来过 那我刚上任的时候这个地方非常的残破 所以我们把它做了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 来进行改建 那三年来终于把它改善完成了 所以包括这边的建筑的设施也都完成了补照 那上面的这个水池 还有包括这个温室也都重新做了改建 以及环山的一个步道也都做了一个整修 所以现在今年的3月12号植树节的活动 我们举办在这边特别的有意义 那从今天开始呢 也可以接受我们机关学校团体的一个申请 我们未来会把这个地方这个努力 把它推向是我们基隆市的环境教育的一个场域 能够成为环境教育的一个基地 那也希望所有热爱而且疼惜地球 然后热爱环境的所有市民朋友 甚至包括外县市的朋友 可以好好地充分利用这个场所 转型为教育环境场域后的 第一场环境教育示范课程体验 就是要培养民众对环境的感知能力 及环境生态的意识 一起尊重生命 爱护地球 你来到这边还有很好的跟自然之间的那种交流 那甚至像我们伙伴来到这边说 很安静地静静地走进来 你还可以听到三腔的叫声 对 而且现在春天 那个五色鸟的声音又开始要起来 生态教育中心结合暖冬自然生态元素 并带动环境教育观光旅游的风气 就是要推动社区营造 提高在地居民的参与 促进暖暖地区的经济及观光发展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有基勇士体育会议 职办的111年 基勇士运动爱台湾2.0 中山区社区全民建走 继加年华会活动3月12号一早 在协和发电厂举行 3000多人热情参与 一起运动爱台湾 微风徐徐下的暖洋 吸引了3000多人热情参与 由中华民国县市体育会联合总会 举办的中山区社区全民建走 继加年华会活动 在协和发电厂热闹开走 2 1 出发了 祝大家健康 这是运动爱台湾2.0的第二场中山区的建走 而且我们在非常谢谢邪恶殿堂的大力来协助 因为我们走这里的话 就比较不要麻烦到我们警察先生 上面管制交通 到我们最里面走回来 差不多有4公里 而且大家都来运动 而且我们下一场19号在我们信仪区成功国中 找到海门天险 还有再来就是26号的仁爱区 一场一场 还有一个最大场的4月16 我们全国新住民 从我们的沿有海公那边走到潮汽公营 有30摊的美食 印尼泰国各国的美食料理 让大家来品尝不用钱的 一餐都有差不多准备了两三百份 而且很热好的纪念品 希望大家多运动 身体会健康 中大奖 开场的绿洞 已见到团队的精彩演出 炒热了现场气氛 趁着这么基隆市的大好天气 也难得这边中山区有办活动 那就顺便带着小朋友来参加 很高兴能参加这个活动能走一走也很开心 地方迷代与贵宾也都到场共襄盛举推广运动 我都带很多的家长过来运动 差不多有八千个 差不多一千个有了 这是我们协议电厂提供的一个 让全民能够运动的一个产地 那我们希望大家也能够继续支持我们台电公司 希望我们能做到一个一流的电厂 也能做到一个一流的邻居 看到大家在顶的阳光之下 大家都出来运动 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开心 多运动对身体有益健康 鼓励大家天气好了都要出来运动 那很高兴 我们的市民朋友能够参加我们今天的活动 这个礼拜的天气很好 希望大家多人出来走动 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 主办单位也准备了丰盛的抽奖奖品 鼓励大家多走路走出健康 走出快乐 走出希望 一起落实运动久久 健康久久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金融市议会议到新龙天然气公司进行口查 市议员对于新龙的服务和进步 给予相当大的肯定 特别是新龙安装为电脑表的装置率 领先全国达到66% 不过议员也反映基层民众常遇到的问题 希望新龙公司可以持续改进 并加强宣导 减少民众不必要的误会 金融市议会在议长蔡旺莲带领下 安排到新龙天然气公司进行考察 由新龙董事长王淳雄亲自接待 市议员对于新龙瓦斯的服务和进步 给予相当大的肯定 特别是新龙安装为电脑表的装置率 全国最高达到66% 也就是在全市11万4千多户 天然气公器户方面 已经有7万6千多户装置为电脑表 不过议员们也反映基层民众 在安装天然气方面 一些经常遇到的收费 以及安全的问题 希望新龙可以持续改进 并且加强宣导 减少民众不必要的误会 是不是我们要跟他们沟通好 你们在跟住户要换的时候 要确实是跟他讲好 不要造成有些误会 有些不知道阿嬷说 好了好了你来换 到时候换完了又要收钱了 他打电话到我们服务出来 说哇你们这要够骗了 要冲一下 这些设施设备 如果真的是你们的协力厂商 那我希望说能够出示一些证明 甚至呢你们也应该要去了解一下 或许有一些是真的是所谓的诈骗 那有很多人其实他根本就不想换 然后莫名其妙就被更换了 尤其是一些老人家 老人在家里的时候 住户都有电话吧 电话你可以电话告知或是通信 先给他一个资料说 我们有药剂态患还是怎么样 让市民比较有信任感 不要到时候又产生 本来是一个良好的一个服务项目 被市民这样反问 你不晓得是不是诈骗还是怎么样 是不是跟市府这边协商 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活动的情况之下 多多对民众做一些推广 才不会衍生了这么多争议 你们今天的66.5%的普及率 是来自多少的疑惑跟争议 那我们民意代表经常接到电话 有些时候我们要听你们讲话 我们也自己也搞不太清楚 我们特别建置一个所谓的 我们新龙服务平台的 或服务中心的一个群组 让我们一眼同仁大家可以邀请进去 假设我们在什么地方的一些反应 即时反应的话 我们可以在群组上跟你们联系 你们也可以即时的回应我们 我们还没有换的民众 有什么样的优惠 我们可以去帮你去安装 打电话到公司去 就可以去帮你去升装这样的事情 也让他旧表跟新表之间换表 让他用瓦斯的安全性也更提高 保障民众的安全 有关我们瓦斯 配置 安全 我们维修曾经发生过维修 有委外 超收费用的事情 等等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议员们他们要知道的一些就是 关于我们瓦斯的费用 什么时候 它的价格调整 我们依据的标准在哪里 对于议员们的建议 新农天然气强调 在更换基建方面 现场绝对不会收费 就是要避免民众被不肖人士冒名诈骗 有一些开关或是一些设备 他们老旧会建议他更换 那更换的这个部分 我们是绝对现场不收费 所以只要消费者一发现 什么现场收费 这种绝对不是我们公司 新农也强调 他们绝对不会强迫要求客户 要换装任何基建 但是比较常遇到的 只有阿公阿嬷在家 原本要求要更换零件 但是后来年轻人回来不想装 新农查证属时候 都会给予退费 不会为难消费者 有时候讲说 可能没有讲清楚这种纠纷 比如说也是阿嬷在 他说好 就换儿子来买单 他不要 我们这种状况 基本上我们都会退 我们不会去强迫这种状况 新农也感谢议员们 给予良善的建议 将会精益求精 持续进步 市议会也由议长蔡旺连代表 制证纪念品给新农天然气公司 新农也回赠每位议员 一个简变型的灭火器 双方沟通气氛融洽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另外着眼基隆捷运定线 市议员也建议新农天然气公司 可以和市政府配合 现在八度一带 预先布设天然气管线 基隆市议会安排到 新农天然气公司 进行考察访问 市议员对于新农的服务和进步 都给予相当大的肯定 由于基隆捷运定线 市议员认为 未来八度将会有大的翻转 因此也建议新农公司 可以和市政府配合 现在八度一带 预先布设天然气管线 为商机做准备 也可以避免道路重复开挖 影响交通 你们预期要是 都可以把它一起纳进去 来一起做讨论 那不然到时候可能 这个我们道路品质改善工程计划 做完之后 那可能没多久 有开始量大 想要申请新农瓦斯 可能这整段马路 要重新再挖 那我们希望都可以 一次在这个各管线的 整合的会议里面 就让这个新农瓦斯 这边可以先去思考说 未来因为这块 八度有在周边 未来一定会是 整个新的一个 新兴大楼聚集的一个 那个人口的聪密区 那我们希望说 未来可以在做转型的时候 新农瓦斯可以 一起共同来参与 那虽然基隆捷运 目前现在 初步是只做到八度 但是呢 如果从 一离开系指 进入到基隆市的境内 就会是一个全新的 空间营造的概念 其实就会在 这个过程当中发生 那所以在这个 捷运周边两侧的 瓦斯管线 这件事情 我不确定贵公司 有没有开始想这件事情 但如果有可能的话 其实是建议会在这个阶段 可以开始跟 基隆市政府 或者是下一个阶段的 捷运工程的计划 准备进行对接 新农方面也回应 必须等捷运工程公司 确定路线后 才会规划配合工程师做 包括老旧管线更换 新农也都很仔细 因为新农公司 必须自负盈亏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有关基隆市跟那个 系指这一块 应该是由那个 新北市的 那个捷运工程 出那边去负责 那所以要等他的 那个路线划定之后 我们才能够 比较去确定说 他实际上走的路线 跟实际上开化的路线 在哪里 那针对这个确定的路线 这周遭的管线 那我们也是一并 会去做一个调查 可以配合工程师做的话 那我们就去配合工程师做 去做一个师做跟改善 因为我们是要致富盈亏 那我们也希望 每个地方都有天然气 举例来说 我们计算过 这个社区如果有一千户 一千户算多了 一千户 我们专门为他买一条管过去 一公尺要一万一 然后再来 每个月回收多少 一户如果用二十度 大部分还用不到二十度 这样 我一个月才赚六万块的毛利 毛利有 一千户 我花一公里 假设一公里 花一千一百万 我买过去 一个月才回收六万 所以 所以就是说 一个成本效益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字幕志愿者吴俊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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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可以 钥子吴俊松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慈云寺的财神殿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应的香客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信众赢养 到了慈云寺 可千万别忘得到财神殿参拜哦 欢迎回到中家集中现场 因为疫情让全台各行各业 受到了影响 但是有团体默默行善 给摊贩一点鼓励 财团法人天和教育基金会执行 温馨助学专案 针对流动摊贩 市场摊伤 给他们的子女奖助缺金 去年底到现在 在北北基等地 已经有五百多户申请 每户一万元 说到疫情期间 生意收入大减 就读大学的孙女半工半读 阿嬷眼眶一度泛红 和阿嬷一样收入顿时减少的 还有其他新市场摊商 去年疫情重创市场生意 摊贩收入大减 但面对家中子女的学费 教育费还要缴交 大家都是咬牙苦撑 主席那种的都要辣 包括他们吃饭 都是开销 对我们来说 垂食这个疫情对我们影响 压力还蛮大的 生意比较差 人比较少 会找不太出来吗 还是你说 你说我少 差有一半 我们的时间真的是差很多 人都往外走 根本人就不敢进来市场 对我们生意真的差了 十万八千里 做不到两成的生意 真的大家都惨细细的 白天上学晚上都在打工 怎么说 没钱啊 自己用啊 没钱啊没钱就是在打工啊 我们这里是193摊 但是现在村里差不多没有100摊 其他都停业在那边 摆在那边都没有人来买 没有卖啊 人家没有来买啊 我们就没有生意都不做了 都休息啊 休息 但是休息也是要交那个 学会还有那个 我们那个参委 要交那个给市政府的资金 还有我们那个清洁会都要交 所以都 清理杀很多 但没有办法来 疫情期间 财团法人天和教育基金会 执行了湾兴助学专案 在议员同志委牵线下 和市议员陈宜一起努力 特别发给新市场50名摊贩 资女奖助学金 每户可以获得1万元 在去年5月的时候 我们信医市场是我们基隆市最早歇业的 也就是当时有确诊者走入了信医市场 然后信医市场那时候很惨 就是连续10几天都没有做生意 没办法做生意 所以这些摊商的老板老板娘都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 但是家中也是有小孩有孙女要雇啊 所以也非常感谢同志委议员牵线 让这些老板老板娘能稍微的喘一口气 主要是以摊商流动摊商 还是固定摊商都可以为主 那就是希望奖励就是在家庭里面其实很多开销嘛 家庭支出啦小朋友支出啦很多种种种 那就是然后我们就希望 我们是去年11月的时候是第一波 12月第二波 然后接下来陆续都还是有在收件 那我们就希望说 就是推出这样的计划可以帮助到很多的摊商 到目前为止大概三波下来有到500多位 500多个家庭 我们是以家庭为单位 就是一个家庭只可以有一次的申请机会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有发放了500多 帮助了500多个人 据中牵线的市议员通知委说 疫情之下许多行业都受到影响 希望这笔奖助学金能够向及时语注入一点温暖 受到疫情的影响 那我们很多市场的摊商 包含流动摊贩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那很感谢天和教育基金会 文教基金会 抛砖引玉来帮助这个我们需要帮助的人 那政府非常努力 那总是有一些在各个条件上面没有照顾到的地方 那天和基金会来布足 我们譬如说有小朋友就学的教育基金 给大家一点舒缓的空间 我想非常感谢我们天和文教基金会的帮忙 那因为我刚好我们今天来到信义市场 也看到市场的摊商们 现在因为我们像太阳出来 然后天气稳定 疫情也相对稳定之后 大家可以开心的来获得资源跟帮忙 那我想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 那也谢谢陈寅议员的用心来安排 疫情期间各行各业生意都受到影响 但社会团体默默行善 让摊贩们不再感到孤单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72岁的陈寅仙爷爷 这十年来骑着自己的单车 横跨了五大洲三十一个国家 这一次受邀到中山国校 分享他的竹梦计划 鼓励孩子竹梦还要坚持 将会成为最好的自己 小朋友们在校门口一字排开 热烈欢迎陈寅仙爷爷 从台中来 很难想象陈爷爷 竟然在退休后完成了 十八次的台湾环岛骑行 八次五大洲的单车骑环 就这样只身一人与一台车 撞游全世界 让世界看到台湾 这一次受邀到中山国校 不只分享自己的故事 更鼓励孩子写下自己的梦想 勇敢追梦 每一个梦想都不同 但是我想就是各位爸爸妈妈 甚至于我们学校教育机构 我们的市场 甚至还有其他单位 能够让我们的小孩 在这边真的找到 勇敢做自己 佐治自己一片天 说自己的梦想 孩子们眼神发光 上台分享 我以后想当转跑选手 他听了陈老师的演讲之后 我变得更不快了 我的梦想是当上心理学博士 发表我所想到的东西 听完老师的演讲 我发现只要有梦 一定可以做到 在他的梦想 想要带一名画家 到世界各地 一起画波及画 孩子们透过这样的分享之后 他们开始来逐梦了 觉得做梦不是很困难 只要我们坚持 努力克服困难 就可以达到梦想 鼓励孩子要勇敢 更要坚持 不忘初心 成为最好的自己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间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间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 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散播假消息好 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轻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来